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东西都得个讲词 我希望他们拿回牌 我其实自己都有很多构思想在电视上做 都想回去帮忙忙吗 是的 始终有个心结的 希望可以回到亚士帮忙忙 有时你见到亚士最矮黄的时候 你是主持百万贵勇 你见到走下坡的时候 你见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觉得很深谱的 我其实觉得很心痛 是因为有很多亚士做事的人 其实现在在TVB 在开电视 都很多是ATV的人 其实有很多才华的 是流失了 因为没有了亚士这个台 现在他们制作的东西很少 因为没有订出 是心痛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锻炼来的 始终在心里面 我不知道为何有这样的 可能是一个自己的wishful thinking 一个奢望 自己脑里面觉得 始终有一天他会出回来的 这是一些老亚士的 老亚士人 人是我这些心里面的一个梦想 但有时见到他这样有没有事 即是很生气 生气的 其实最生气就是最后的老板 最后的老板 王先生 王精先生 王精 即是在正总跳舞那个 那真的有点 是他令到我们没有了牌子 是因为那时候他转 亚士转得比较 奇怪 所以政府才拿了牌子 如果不是他 那牌子可能还继续 那 电视最重要的是牌照 你有了牌照 你找老板就容易很多 所以有点是觉得 对他有点 为何这样呢 为何不可以做好一点呢 希望有一个新的老板 有诚意的 如果是可以打动到政府的 给个牌照 这样就得了